那些美妙的童话故事里 总是有许多国王在非常年轻时 就失去深爱的王后 所以当王子变成国王 公主变成王后 幸福便要很快终结 这就是童话故事 一个运动员和演员能有什么样的联系 没想到在多年之后 两个人成为了这个国家的王妃 两个人都成为了这座宫殿的旧徒 有人因摩纳哥认识了格雷斯 也有人因格雷斯知道了摩纳哥 但是并不是摩纳哥成就了格雷斯 而是摩纳哥让格雷斯凋谢枯萎 27岁那年为了他的爱情 为了他所憧憬的一切 他放弃了自己的工作 放弃了习惯的生活 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 嫁给了他的白马王子 1956年那场持续了三天的婚礼 吸引了三千万人的观看 这个数目还是在电视还未普及的年代 皮卷的神态依旧没能掩盖他美丽的面容 只是苍白的脸上看上去异常的紧张 从那时候起 格雷斯就承担起了王妃职责 从一言一行开始学习 他需要学会法语还有王室礼仪 尽管成为称职的王妃是需要时间来成就的 可是那时候的他对未来依旧抱有期望 渐渐的 格雷斯感受到了王妃 这层身份被自己带来的压力 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囚犯 他远离家人和朋友 他没有行动上的自由 格雷斯王妃的侄女安娜 曾在幻想破灭的王妃中说过 结婚之后格雷斯从没有真正的快乐过 一个赫赫有名的奥斯卡影后 居然自己带着嫁妆 嫁到了这个落魄的弹丸之地 当时人们都无法理解 格雷斯明明有地位 有金钱 有美貌 也有才华为何要委屈自己 曾几何时 他想过在履行王妃职责的同时 他还可以兼职演员 但是没想到的是丈夫冷漠地回绝道 没有拍戏的可能 1962年 西区可可希望格雷斯能出演燕贼中的女谢贼 但是雷尼尔三世还是以王室名誉为忧 拒绝了格雷斯的请求 因为没人愿意看他们的王妃和别的男人亲吻 最后这个角色由地比海德伦扮演 从此他再也没有触及电影 其实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雷尼尔喜欢狩猎 喜欢收藏贸易车 但是格雷斯王妃只是迷他的演艺事业 不过嫁机随机嫁狗随狗 格雷斯并没有离婚的念头 1982年9月13日 格雷斯开的车掉下山崖再也没能醒过来 和婆婆不一样的是夏琳王妃 只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她小时候还需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为自己打拼世界 为了自己的梦想 她可以步行几公里去上学 也可以每天花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来练习游语 16岁那年 她为自己赢得了人生第一块奖牌 没人想到在17年后 这个人成为了摩纳哥的王妃 成为了格雷斯王妃的儿媳 在心挑细选之下 夏琳成为了阿尔贝亲王的一中人 经过多年的爱恋罪中 夏琳答应了阿尔贝的求助 2011年7月11日 夏琳王妃带着悲伤的表情 哭着嫁给了她的王子 从那一刻开始 阿尔贝二世强行与夏琳结婚的传言 便不大几想象 目以成终 夏琳只能扛起王妃的职责 结婚之后 夏琳王妃努力地扮演起新的角色 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完美 她甚至做了衣美 但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结婚后的生活并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生活就是生活 生活不是制造浪漫的机器 婚后丈夫依旧不断地和多个女人暧昧 甚至还承认了死生女的存在 由于自己的平民身份 夏琳王妃在王宫遭致了排挤 尽管她努力地不让自己 与这个国度脱节 但是身心俱疲的她 还是被病魔打败了 去年长时间的缺席 让人们猜测阿尔贝二世 和夏琳王妃的婚姻 已经走到了尽头 但是时隔多日之后 夏琳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但是夏琳王妃的脸上 再也寻不到恋爱时的快乐与幸福 或许这就是假进王室的代价 有人千辛万苦地想进来 有人却千方百计地想逃离